運動女生張吉安和最強老爸 霍君翔出席品牌活動 平時都有健身習慣的兩人 在現場貼心示範 體能訓練動作 但是對於自己現在的身材 竟然都還不太滿意 我覺得女生 都沒有對自己哪裡滿意 我就 可可 對自己都會很可可 就覺得說好像哪裡 又多了一塊肉 哪裡又就是不夠翹 或是什麼腰線不夠明顯 然後什麼白白秀都出來 所以其實 假如一個禮拜沒有運動 都會覺得自己身體怪怪的 其實我覺得不管男藝人 或女藝人都一樣 因為有的時候 一上鏡頭就是非常寫實的一個 對 就是可能你只要 有一點胖了 有一點腫了 上鏡頭就非常明顯 那所以現在反而 我覺得年紀越大 越會注重在可能排汗 可能現在工作很忙 那一個禮拜可能會抓 三天四天的時間去跑步 讓自己流汗 保持身體的這個就是鮮瘦感 因為老婆對你身材也很滿意 我想應該是滿意的啦 對啊 因為我這個 現在這樣子還可以維持這樣 我覺得就是真的要花毅力 去維持 家庭幸福美滿的賀娟祥 一聊到家人就沒開眼笑 最近也開始在FB 加入曬瓦行列的她 著實的成為了超級女空 我就很愛親她臉頰 但我女兒很愛 很討厭人家親她 對 她會一直閃 你一直親她 老婆不會親吻 也是會 我覺得這一次參加Nose Face 我覺得很開心是 他們在台灣 有童裝的部分可以賣了 然後我覺得就可以一開始 幫我可愛的女兒 填購一下 何俊翔就算向女兒所問悲劇 還是時時刻刻都心氣著她 也難怪老婆都要吃醋啦 我覺得樂靈智雲迴韻 再訪不倒